接下来回到今天的欧战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的空袭 俄军有59架伊朗制的无人机里面 乌军击落了58架 星期一俄军持续攻势 用无人机再加巡异飞弹空袭基辅还有乌克兰西部 引发了黑海港口奥德萨起火 俄罗斯驻英国的大使警告乌克兰情势升温 说莫斯科有庞大的资源还没有采取认真的行动 西方情报怎么看呢 伊朗在乌克兰的军队反攻行动之前 提供了无人机和弹药给俄罗斯 欧亚之间的离海是这两国军火交易的主要管道 那么构成了这次供应的基础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提案 希望制裁伊朗50年 空袭警报响彻夜空 周末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两波重大空袭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5月最后一个星期天 乌克兰首都迎来建成1541周年的基辅日 但天还没亮就遭到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这是这个月 还有数人受伤 攻击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乌克兰军方表示击落59架无人机当中58架 36架瞄准基辅的通通被摧毁 俄军源源不绝的无人机 让乌克兰决定制裁供应国伊朗50年 总统泽伦斯基提出法案 一旦通过将禁止伊朗货物过进乌克兰 包括领空 并对伊朗和伊朗公民实施贸易 金融和技术制裁 伊朗坦诚提供俄罗斯少量无人机 但坚称是在乌战开打几个月前 不过根据西方和乌克兰官员 伊朗在基辅启动春夏反攻前 悄悄透过海空运武器给俄罗斯 就像这艘横跨离海 试图掩盖行动的船只 在2022年8月到9月 隐藏动向的船只数量增加50%以上 大部分躲避监控的黑船 是挂伊朗或俄罗斯国旗的邮轮 时间点也起人一斗 去年夏天美国白宫刚揭露 俄罗斯向伊朗买进数百架无人机 航运劳士日报的热图显示 离海自动识别系统讯号消失 大多集中伊朗的阿米拉巴德港 和俄罗斯的阿斯特拉韩港附近 CN分析发现当中至少八艘行机可疑 专家说很可能跟军火贸易有关 除了船运 空运也有类似往来 CN分析四架被美国商务部标记 可能载运无人机的伊朗货机追踪数据 在2022年5月到2023年3月间 一共往返莫斯科机场85趟 不过货船载运量显然更大 离海走廊可能是恶意军售主要管道 也能远离西方干预 而美国及其盟友几乎无法阻止 俄罗斯和伊朗武器交易 情报官员去年11月就警告 伊朗计划提供莫斯科弹道飞弹 弹药和更先进的无人机 不过乌克兰在西方盟友军援下 包括美国制爱国者 德国制猎爆防空炮车 也大大提供基辅防空能力 可以拦下大部分俄军空袭 就在外界不断揣测 乌军即将发动大规模反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在社群上发布 这段约一分钟的影片 展现乌军在黎明进行训练 表示夺回属于我们东西的时刻到了 反攻俄军蓄势待发 TV新闻做可能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